好的 欢迎来到不良大叔 没有成为你想要的大人 我们现场在杂学校 每个礼拜一九点半直播 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杂学校校长舒养智 我是叶炳成 我是杂学校校长的朋友Burn 好的 那不良 我真的很想要点人 你一直在客制的想要点人的冲动 那是什么声音 不是 导播说要用一个磁性的声音开场 因为我们同 各位 我们除了这个直播 我们YouTube跟TikTok跟Podcast 还有各大媒体平台都有同步播出 对 所以希望用一个开始的声音 那我们可以现在回复自然了 对 那个导播 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下留言吗 因为看不到留言 留言 好 那我先分享一下 上一次我们讲裸奔 然后得到还蛮好的回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对裸奔这么有兴趣 为什么会对你这个人裸奔会有兴趣 我觉得不是我的人裸奔 是因为我猜每一个人都被压抑 有没有 搞不好听到裸奔都很觉得说 我哪时候可以去解放一下自己 我在猜啦 还是说裸奔是一种竞技话题 所以大家特别有感觉 新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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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们三个 等一下我们三个大叔 新三社 你想象一下他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多新啊 没有色跟衫就很新就对了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的那个上次讲裸奔的老师 就说在我那个Facebook 跟你认错了 向你道歉 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 他就说这个是在说我吗 然后我就 你跟那个老师多久没联络了 算有一阵子没联络了 对 你是 几个月 还是几年 你是有刻意封锁他 我没有啦 但是因为他现在退休了也没事 所以就不太好理他 不是啦 他可能有在看 然后最好笑的是他说 他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 就是说还好当时候你有裸奔 我觉得你现在 能有一些什么事业 看你事业真正日上 可能都是因为你那时候够勇敢 去突破自己 所以不是做艺术家也可以 做企业家也可以 所以你听了就很爽 对然后我就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听了就很爽吗 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没有裸奔 搞不好事业会更好 好 然后老师就跟你讲 你就信了 你就很爽 我信了 所以你就跟当年他骗你裸奔一样 你又再一次就又被他呼啰 是不是 我觉得人就是喜欢听好话 然后人家老师也认可我们稍微 对不对 然后他也觉得不良大叔 蛮好玩的 我只是觉得老师怎么对于成功的标准 蛮低的 蛮低的是不是 因为 然后重点是他说 因为我看了你的那个短影音 后来就跑去看 就我们的YouTube频道 然后就说 哇你讲的还蛮细的 然后就开始就说 你看我那时候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是真的觉得你的生命经验 应该要跟别人不同 你看你再大意就敢跨出去做那件事情 你创业也是一样的事情 然后就对 然后反正我以后被他洗一次 我就觉得没错 我的裸奔是对的 所以我要20几岁被老师 被老师呼啰就算了 都已经快50了 要再进去被呼啰一次 对 所以老师伎俩也没什么变 那诈骗集团就是诈骗集团 好所以 然后我因为 其实蛮多人 希望透过不良大叔的观点 来分享一些事情 那其实我们有收到 陆陆续续收到一些 蛮沉重的话题 但是我们想说 比较后面 不是我们想说 为什么我们就适合沉重的话题 对 然后因为 别忘了我们的初衷 莫忘初衷 我们是希望轻松 然后你知道吗 Blue Monday 对不对 然后我们希望说 来这边大家闲聊一下 对啊 很轻松的 然后 所以最近最夯的是什么 实在不太想讲 但是 是说 赛道 山道 山道猴子 赛道 山道猴子 然后 我其实 你有看吗 因为有人问说 可不可以用大叔的观点 来看山道猴子 我才去看的 不然我一开始 真的有点看不太下去 那个影片还蛮长的 好像是下集最长 下集四十几分钟这样子 毕竟你也是全国美展第一名 怎么看 那个怎么看得下去 对对对对 真的看不太下去 对对对对 然后 因为现在讨论度很高嘛 我想要问一下两位大叔说 为什么那么红啊 为什么 因为不小心说出了 很多人的心声 OK 没有我就 我看完那个 就像我在脸书上那时候写的 我看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还蛮难过的 对 对 我就觉得说 因为 但大家觉得说 就是 那个就是 就像搞的 对不对 就是 就是 只想要耍帅 对然后 他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问题 他也都没有 比如说 他女朋友 第二个女朋友 不是第一个 第二个女朋友 对他也很好 对 但是他又猜忌人家 那就疑心疑鬼的对 然后就没有珍惜人家对他的好 对 或者是说 就是 就吃都 薪水收入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就是要 演得很帅 就是为了要帅 然后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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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借钱 干什么 对 然后 两个朋友对他也不错 对 可是他也没有珍惜他的 朋友的友情 对 那我觉得 大家都觉得这个 好像蛮糟的 我怎么觉得蛮像阿智的 有啦 他有出钱 就有打把你球 有啦 这一点倒是 跟他比较不一样 其他都是 几乎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说 其实大家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就是 这就很不珍惜 人家的好 朋友对他好 女朋友对他好 或是 只为了自己帅 然后也没有 去为自己的人生 好好去做打算 对 可是我又觉得说 这个也蛮可怜的 就是说 其实大家一直觉得说 他对人生应该有一个更 更高的 更好的 对自己的规划 或是说 或是说 我们会觉得说 他好像这个为了耍帅 买车 只为了耍帅 好像很没有意义 对 可是他到底要怎么过一个 什么叫有意义的人生 什么叫有意义吗 他从小到大 他的环境 他的成长环境 他身边的大人 是不是真的有人 有教过他 或告诉他 或甚至是示范给他看过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 可能我看我爸爸 他过的 他的怎么样面对 他自己的工作 他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 我们的家人 照顾我们 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是我觉得 可能三大猴子 可是他 他就是没有这样子看过这样子 身边没有这样的大人 他根本不知道一个有意义的人 是怎么样子 而且他的环境也造就了他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环境里 对啊 所以我又觉得说 其实我看的其实 对我来讲 那个影片我看完 我是觉得蛮沉重的 就是觉得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 飙车 没有 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大家看 有一些人会觉得 有种歧视 就是三道猴子 就是在那边 呸来呸去的那种猴子 但对我来讲 其实我看完真的也蛮沉重的 我也觉得 很写实 甚至 在里面会看到一些 曾经自己的影子 对啊 然后我就 然后就看到那个三道猴子 就为了要帅 对 然后就去借钱 然后去抵押搞这种事情 我就想想 我就觉得说 干 这就跟书朗智一样了 又拿了 所以我是三道老猴子 书朗智为了办杂学校 当年也是把房子还去抵押 去借学 不是当年 到现在都还没还 然后就 每次都讲说 他办这个展就是要算 对啊 连他们自己公司的财务 都看不下去 就觉得说 老板是很花钱 所以 难怪我们朋友圈 其实大家以前都一直误会 就觉得说 书朗智他应该是富二代 他一直都是富二代 他就花钱就觉得帅最重要 然后又去借钱去抵押 所以有时候看了这个 就觉得说 我们中年人好像也是这样 中年大叔 那天我们才聊到一些事情 中年大叔 不管是用什么兴趣 一定要买最好的 就是设备 就是每次设备这样 所以我们第一天的讨论 就是要去买什么牌子的麦克风 然后苏老师就说 要买这个什么 sure 说那个帅 那个声音好听 对 我们就干了 可是我们等一下 前提是我们没有去贷款 好不好 我们是 等一下 那个钱是我先付的 你们两个大飞传传给我 所以前提就是 我们还是没有贷款 对啊 也算贷款啦 是他先付的 算贷款 对 钱还没有好我 没有贷啊 只是他付而已 没有啦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所以比如说 单车玩不过人 一定要买一个什么探牵的 什么赛道版啊 但这个事情可以讲了 有人这个玛丽老师送我们200颗星星 谢谢玛丽老师 谢谢玛丽老师 谢谢大款 玛丽老师要的话 就是一次把三只的钱都弄出来 没有 我觉得以后啊 我们因为这个节目是 目前是non-profit 那各位看一下 前面这边我们现在是在杂学校 那如果你赞助有到一定的金额 其实前面可以 我们字路 这么快就要搞字路了 没有没有 那个要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商业的逻辑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就是在杂学校的地方 寄人理一下 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只好忍受前面一个这个灯 然后后面也弄那些有的没的 对哦 后面是他的那个 Rainbow的logo 他刚刚花了一小时在搞这个 这个字路整个都 他说对 那我没办法 这个就是 对 不良大叔因为就是目前还没有 你看这边有没有 Pagemo 没有Pagemo 没关系啦 我希望这样子真的可以 Pagemo如果可以赞助的话 我可以帮Pagemo 我们现在就场地赞助方 场地赞助方 我们只希望说这样可以帮你 还一点贷款 OK 谢谢 谢谢 我从山到猴子讲到这边来 所以我又说 其实你说 就我觉得这种就是要帅 这个其实是在很多人 所以他其实没有错 他只是错在钱乱花而已 或者是在那个moment 他的价值观只有飙车这件事情 对吧 或者是 然后其实他很没有自信 或者是他对人的不信任 所以你看他感情上 我觉得很多共鸣应该是从感情来的 而且你看他 就是你刚才讲的 他没有成就感 他只有在那边得到成就感 他就要靠IG 靠很多人追踪他 可是我们也是 给他 没有 我们在那边少看 我们也是 两个人开始 但是我还是会注意一下说 我们的那个 有没有人在看 对还是会 有一个人看 我们就愿意了 真的吗 对 就是 导播 导播有在看 就我们三个讲给他听这样子 对 导播压力很大 对啦 所以 其实我第一次看觉得 当然第一个是他造型 就我们知道 做设计就想说 这什么鬼啊 因为头发不好 没有 但我跟你讲 像我 几年前 现在有换忙就没有了 几年前 因为我儿子有去打桌球 就打桌球 然后我就带他去学桌球 他在那边跟教练上课 我就觉得我在那边等于很无聊 后来我也就 也就顺便 也就抱在那边练 然后 那我一个教练 就是一个国手的教练 就是他们其实在 如果你去桌球 像我之前是在那个国荣桌球 他们就基本上教练有分 光复难度那个 他们其实很多分店 他们有分等级 比如说你那个教练是 比如说是体育院的大学 甲组的选手 大概一个小时多少钱 那如果你是选手 你那个教练是以前 那也是有上过奥运的 那我那个选手 我那个教练叫洪国锋 国锋 教练是做过国手的 ok 然后他 就是我每次跟他练球 我们两个就有个共识 就是球可以打不到 没关系 就球挥空你 但是要帅 知识要帅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打球是一时的 照片是一倍 而且照片也看不出来 你没挥空 对 对不对 所以但是那个照片 看得到你那个 那个手势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就跟跑马拉松的时候一样 就从头到尾 姿势都很丑 都快死掉 一看到有镜头 有镜头 马上都撅起来 那个 我自己没有练过山帖 但是 像你们这位有做山帖的事 是不是都这个转角 要拍照那个地方 当然 反正就是为了那张照片 其实 就那张太阳眼镜 根本参加山帖 就是因为帅 因为铁人 跟你去跑马拉松 感觉就帅 没有那个帅 可是没有玩帅就不帅 有 我有玩帅 我有玩帅 你有玩帅 十几年前 对 十几年前 然后都在讲 是他讲的 我没讲 没有啦 所以我觉得回来 我觉得他有点写实啦 然后 很像是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不是很喜欢看什么 玫瑰同龄眼 那是哪个年代 那好像是我妈以前 她们看的节目 是吗 我有听过我妈讲过 你扫在那边 没有 这什么节目啊 她就是会讲一些 跟社会 最有关的东西 她只是说现在变成 那个 有人叫你三铁再来 蛤 酷哥叫你三铁再来 三铁 我那时候 再来 好好 酷哥那在 欢迎 斗内 斗内 你就会去吗 对 斗内超过一定的金额 200颗星星太少了啦 一颗星到底多少钱 一颗星就是 0.3块 100颗星是30块台币 那200颗才60块 我叫你把三铁也太划算了吧 最起码要个上万 我们再思考看看 不然就是 大家如果想看我们三个跑三铁 没有 没有 你干嘛把我们算进去 你干嘛拉进去 可以用个麦克风 边跑三铁 边Podcast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我可以载你去 所以 你刚才讲什么 有一个那个 我说写实啦 玫瑰同龄眼 然后在 我觉得其实 虽然感觉在笑他们是三道猴子 但是其实 有很多情境是你可以带入的 而且我也觉得 我在某个年龄段 我第一次骑摩托车 也是故意会在那边 降降降降 你知道吗 就是 降降降是什么意思 就是 像猴子一样啊 就觉得自己很帅 哇这样骑车技术很好 这样子 然后莫名其妙 只要超过你就会很生气 就要超过他这样子 所以 所以应该 你怎么不成熟 对啊 看你们两个都没有 我们都很成熟 我们看到红灯都停 你少来 你上次不是睡 没有 恭喜 我没有骑摩托车啊 你没有骑过摩托车 我就都开车啊 我没有骑过摩托车 没有啊 家境背景不同 我爸给我一台那台很烂的 就是那个以前用祥瑞 大发祥瑞那台 你确定你在开车的时候 都没有被人家这样子 超越过想要再追人家吗 我同学 我大学同学 我高中同学常坐我车啦 又是同学 我高同学是有说 我 就好像开四个轮胎的摩托车一样 你说他 他说你在开的时候 对对对 这样子 那时候还手排的 虽然是一台1000cc的烂车 但是就是 哇 没事看到那个 但是还是 没有骑过摩托车 真的人生会有一点缺陷 对 真的 我们那时候就希望 有没有 一直刹车啊 干嘛的 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载人 我们基本上高中的时候 对 Grow up Grow up Grow up Man 我觉得回到那个话题啦 我是觉得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带路的 比如说在感情上 然后耍帅这件事情 你说感情可能有人有被背叛过 对啊 所以看到第一个妹子 或者是有渣男很幼稚啊 就是你为什么可以怎样怎样 其实我觉得 包括连我 我都觉得在某个场景会看到一些 自己以前感觉比较幼稚的影子 哪里 哪一个场景 就有一些啦 有一些是哪里 比如说啊 没有像耍帅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也会啊 只是说我们选择的方式 不是三道嘛 就是裸斑 你是世道就对 他就是裸斑 裸斑 裸斑是为了耍帅 跟艺术无关 对 但是 终于成人了 所以我才说没有成为自己想要大 你看我还回题了 就是 应该是说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 他只有 他只想象得到他可以在这边 去得到一些成就感跟认同 对吧 那 我们刚好不是三道 我们是艺术 或者是你是学术 或者是怎么样 但那个本质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去 去发出声音 对吧 我们都需要有成就感 得到社会的认同 我觉得是同侪 比较会影响 所以在他在那个环境 因为他刚好他的同侪都是那样 对啊 他也只知道说原来是这样才能得到认同 他的同侪的认同的方法 对 所以 我觉得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写实的 因为玫瑰同龄演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很红 就大家很喜欢看那些 生业 问题多 平安回家最好 那个不是玫瑰同龄演 不是 不对 那个是什么社会档案 秘密档案什么的 反正就类似这样 他揭露一个蛮真实的 一个缩影 只是 他是在三道 然后他 但你看 就算他今天不是在三道 你说像 像我自己其实说实在小时候 国小国中可能都是考 全校第一名 是什么样 那你考第一名 当然老师同学都会 就可能就会赞美你 所以你有得到认可 对 可是有一些人没有 虽然这是有成就感的 可是 就这个变成我的动力的来源 对 可是这样子的动力 一旦到的话 一直到念高中 到了大学 就没力了 你知道就说 这个 你进大学 谁还在 会为了你考第一名 第二名跟你说 好棒 你好棒 不会吗 你说你今天 其实甚至到了高中 像我们那班上 大家根本不在乎 谁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又怎么样 你第三名又怎么样 对 就也不会因为你第一名 大家同学说 你好棒 建宗老师也不是说 那个你好棒 不会吗 所以其实 我觉得那个 其实就算是 我只是回过来反思 就是说 就算说 你看好像读书考试 成绩好 然后人家给你鼓掌 给你赞美 你把他当作动力 这动力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就一直 一直问我自己说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努力 对啦 就是说 就是其实我心 就没有动力的来 但后来又找到 别的动力的来 但是那是成长的过程 那要花很多的时间 尤其从去思考 说到底 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 这就是难的地方 所以我要讲 有时候你说 那个三道猴子 身边 他的动机 就是在社群媒体上 得到很多的关注 他就觉得自己很屌 很爽 对 那说实在 你说 我们其他 就是啊 那个时间都花在那边 你应该好好念书考试啊 那你好好念书考试 那个动力 对我来讲 那我们现在是 应该好好回家工作干嘛的 不是 已经工作完下班才来 我们现在在干嘛 其实我们今天 真的都还蛮麻的 但还好啦 就是坐在这边 突然又有一种 还蛮舒服的感觉 没有压力 所以 所以 三道猴子你最有共鸣的是什么 我想听听看伯伯 共鸣 没有共鸣就是 我觉得那个就是 那个耍帅的方法 或者是 他追求 那个 成就的 路径 太少了 对啊 就是说 他就只觉得 没有钱 没有什么 我一定要改什么 所以我要去借钱 去改什么 改什么 改什么 对啊 就让我想到 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样没有钱 但是我们也不会去想要改什么 我们还是想要去改什么 改什么 但我们的改什么 就是自己做 自己做 对啊 比如说 我们那个时候刚念室内设计 然后那个 我们就想 我就跟我同学 就想要在他们的那个 我们在学校外面就是大家一起住一个那个 住一层公寓 然后我们就把他在客厅清空 然后我们同学就想要 我的那个 十档就想要在那个客厅 我们就想要说 租一个自己的地方以后 我们就想要办一个party 然后让同学来 然后我们就想说 啊靠 那个 要 要做一个party 最重要就是要先有一个bar 要个bar台 所以自己弄个bar台 然后我们就决定自己盯 所以我们两个整学期都没去上课 你看 你是不是在订bar台 然后 你为了开一个住院的地方 现在开发生 改车没有什么两样的啊 然后我们那一 那人家改车是浪费自己的钱去改车 他是浪费时间啊 你是浪费自己上课的时间去做bar台 你比较高级 然后我们就很努力的把那个bar台盯起来 然后盯起来呢 我记得还买那种沙子啊 沙子去磨那个边边 因为没有叉叉嘛 所以我们就把他磨那个边 然后他说很笨 大学生嘛 很单纯 就用那个手拿那个沙子这样磨 磨一磨 干 好热喔 就是手好痛 后来呢 长大以后才知道说 干人家师傅 师傅怎么磨那个 沙轮机啊 不是 他就是拿一个木头 然后用双面胶把那个沙子黏在上面 然后这样磨磨磨磨磨 我们是用手拿着沙子这样磨 所以你意思说你是做中学 他们是花钱请人家改车不一样 对 没不知道 就是说这样预算比较少 但是你在做的过程里面 其实 其实因为你要知道两个人 我们连那个木头怎么锯啊什么 都讲究手工的 这种手工的过程 你得到的成就感也不太一样 然后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要改车要自己改 然后后来party就开了 开了后我们就想说 开party不能 不能 没有酒 所以我们就跑去佳乐福 没有 我们就跑去佳乐福买那个酒 买了一些酒 所以想说要有鸡尾酒 鸡尾酒免费喝到饱 然后那个 买回来以后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调鸡尾酒 所以我们就拿那个脸盆来 把酒都倒进去 等一下之前是洗什么东西的 之前洗 不重要 对 然后呢我们就去那个 楼下7 把全部的那个 冰块都买一买 上来就倒一倒 然后就跟同学说7点 那个鸡尾酒喝到饱 一个人收300 好严肃 这个会赚钱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房子的灯都关掉 然后去买一个手电筒 一个手电筒 所以进去的时候呢 大就很暗 然后只有那个吧台旁边 我们同学拿着那个一张椅子 全部人都坐地上 然后那个鸡尾酒就是拿那个免洗杯 自己去摇 然后也不管喝什么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吧台旁边 就有个同学拿着一把吉他 然后我们就手电筒 只照着他这样子 就是灯 今天灯光师 所以整间 整个客厅就只有那一盏灯 所以大家进来去 哇好有feel 300副的太值得了 对 然后那个我们就是说 那个地下音乐 免费听到饱 是我们的宣传 喝酒又可以听音乐 对 然后就 然后就 本来是先邀请我们班 所以我们班就来 就骗自己班的同学 比较不会被 在系上 就创业也是一开始都是 比较不会被系上公审 那自己班的同学来 就觉得好玩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歌 其实那时候我们班那些 我们会吉他的同学 我们其实从头到尾只会一首歌 叫做《飘洋过海来看你》 就成生的那个《飘洋过海来看你》 等一下如果站出有一千颗星星的 我们班会唱一首《飘洋过海来看你》 那个 然后我们就是只有练那一首 所以就只有会一首歌 其他歌也不会 然后来 但最翁之翼不在酒 然后来同学就听 他就 我们就唱完那一首歌 唱完以后我们就跟同学说 开放点歌 对 那就看看有没有同学会点 但你知道我们那种设计科系的同学 都很贱 就点歌啊 但不论他们点什么歌 都是唱《飘洋过海来看你》 他点什么歌 我们就说好 接下来为你带来这首歌 但是唱的内容 都是《飘洋过海来看你》 等一下 这到底跟《三道猴子》 我说的耍帅就是说 你办完这个一次 那你会觉得 会在这种上面获得认同 那你说这事情好烂 当然事情很烂 但是大家 因为很烂 以前没有这种社群媒体 对啦 因为很烂 但是大家会口耳相传出去 那出去以后 别人年纪一听说 干怎么可能这么烂 这么下 然后他都付再办一场 然后付300块进来 看有多烂 什么鬼 然后我们就 既赚了钱 又有名声 而且我们又有预算了 我们这次就可以买两只手电筒 霸台可以赚回来 然后我们就骑着摩托车去 然后我们就 又越更少的去学校上课了 因为我们要办策划下个节目 对 然后就变成其他年纪的要求 我们再办 既然是大家要求 我们就只好再加演 所以就值得就对了 加演完以后 隔壁楼下戏了 就是耳闻 我们这节目这么优质 所以我们再办 那我们整学期 就是本来只是想要办一场 就是那种house warming 结果变成办了一整个学期 你都在搞 所以这样的话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 我是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就一直去楼乡 买啤酒 整学期都 不知道在干嘛 我记得好像是二年纪 那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我觉得蛮值得的 就是说 你看 我们只是荒唐的那一学期 但每每有人问起我 大学生活在干嘛 就一直拿出来讲 一讲讲了二十多年 你说值不值得 值得 对啊 总比苏洋志 你看那个裸奔 他自己裸奔 几分钟而已 他也是讲了一辈子 讲一辈子啊 而且还有流量 我没有讲一辈子 是你们自己提起来的 我很早就没有再讲了 对 对啦 但是我觉得 好啦 我觉得大叔来看 其实 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 他在那个moment 因为我刚刚讲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些声音 想要表达 对 那他只是刚好 在那个环境 他只知道 有这样的方式 然后又造成他很多 不信任人啊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都觉得大家都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对啊 事实上是个悲剧嘛 但是我就说 看到很多人在里面 就我都会投射 甚至我觉得 我看到 我们只是可能幸运一点 还是怎么样 我们是 像你刚刚办那个派对 其实某个程度 他的基础 还是跟三大猴子一样 只是你不是 就是 在一个可控范围内 对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那个 因为我同层里面 也蛮多创业的人 对啊 所以其实我也看到蛮多人 就觉得自己也是创业猴子 对啊 像你也是啊 就拿房子去抵押 他只是比较胖的猴子 然后那时候办杂学校 也不知道这个展代 能不能赚钱 对不对 都不知道他太太 知不知道 你太太知道 你拿房子去抵押吗 你一定要扯到这边来吗 你知道吗 他 应该知道啦 还是说他知道 装不知道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装叫应该 他知道 他知道 所以就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很多人创业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 就是大家都是个猴子嘛 他就觉得说 我就做这事情帅 就是在心目中觉得帅 而且我们常常觉得帅真的很重要 帅本来就很重要 对啊 我说的帅不是外表的帅啦 就是说这个东西 没有外表的帅也蛮重要的 又来 又要讲一次你靠脸 没有没有没有 他怕他死力这样 就是我觉得帅这个字就是 我会觉得我想要 我想要变成心目中觉得 这好酷喔 你怎么定义帅这个人 你心目中帅是什么 就是做出心中想要的样子 就是 然后可能 跟你想要的样子 如果跟别人想要的样子不一样 那这样有帅吗 或者是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 但是你把它做得很有影响力 这样子 比如说像这里啊 这里我也觉得 我要做一间未来的学校啊 说实在话以前 以前我觉得帅就是可能 要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但是现在我都觉得 那个帅就是你自己觉得帅 就好了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开这个节目 我们也没有让人家看 我们就是觉得帅 人家看也不错啦 不要那么摇掰好吗 不然我是顺着他话讲 他一开始就说 不要看就拉倒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就做这个节目 就是说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也是49块50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50几的 对 或者再来 就是现在就说 应该是说 趁现在好像 就有些人是 那个有些女生不是好像就觉得 自己现在这个身体很美的时候 她会想要拍写真集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是 然后我就觉得 很美的时候留下一些 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就是刚好就是 在一个阶段 对就人生你体验过 已经就是经历过 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然后 那好像又还没有到时候 年纪大到时候 我已经对 看透所有事情 那就刚好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 给自己做个记录嘛 对 可能那天10年后 你看书洋师 讲那个话 有个幼稚的 对不对 然后结果那时候还是很幼稚 或者说我们怀念他 什么鬼 什么鬼 就说 阿神我们今天有想到阿智 把那个影片放出来看一下 原来这就是阿智啊 所以 就是 做个 做个纪念这样子 就是 记录啦 记录 记录 你还可以喝很久 好久没有听到阿智的声音 把它放出来听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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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做这个节目的人设 后来慢慢变成 他们两个人一直在 在 在怎么样 一直在 消消遣我这样子 没有啊 我们就互相消遣 有吗 我怎么觉得我都没有消遣你们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尽量没关系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 做一个记录嘛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肃啦 然后我也觉得每一件事情 坦白说我觉得 你感觉好像这个moment都 可能没那么必要 可是我一直觉得 你到人生某个点 就像我真的坦白讲 裸奔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我人生 这是你自己讲的 我自己讲 都不是我们说的 可是我说真的 因为 你会知道你在面对恐惧的时候 都是永远都是 我上次讲说 高空弹跳最恐怖的 就是你要跳下去的前一刻 裸奔比较可怕 还是把房子拿去抵押 办杂学校比较可怕 我觉得裸奔 裸奔 因为 不太一样 因为裸奔不是我 我自己 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是听到人家说 原来当艺术家 要裸奔 然后才说 克服自己的恐惧去裸奔 那房子抵押是因为 我知道我想要办杂学校 我觉得这对台湾教育 可能有一些改变什么的 所以那两个不太一样 可能对一般人 把他放在抵押 绝对比裸奔 可能更恐怖的 比如说你要 但我觉得你太太很伟大 我觉得你这慢慢的想要 移到那个话题 我觉得你太太很伟大 就是说 因为坦白 我真的坦白讲 那时候你在办杂学校的时候 我包括我们这些朋友 就觉得说 这个是能够赚钱吗 就没有感觉到他有一个商业的模式 可是那个时候你就 就说 你说你太太应该知道 你去抵押 对 可是她也就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她蛮伟大 没有 我觉得我太太因为 因为她是学妹 她也是学创作的 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创作 学艺术创作的人 你说会一起疯就对了 不是不是 就是你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 你不会去想说 这件作品要怎么卖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那就很自然 你就想做 通常就说 你都没有把商业想好 然后就在那边乱做 可是创作有时候就是 她不可能去想 商业模式想回来 才去想要做作品 那问题是那个作品 你没有 就你太太没有在参与其中 所以跟她讲 她只是感觉到说 你弟子要在摸什么 她太太有参与其中 因为她太太是宝人 你怎么知道 对 她宝人是不是可怕 而且参与的可生了 可是我觉得 因为她也是创作背景的 所以她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 她就看到 我们为了创作 本来就是会全心投入 然后没有钱 也要去买用具 上次说去借钱 去做作品 但把房子抵押那不一样 抵押是我爸的房子 所以搞不好 是你爸比较伟大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房子 对 所以你爸知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他不知道 他就知道我要创业需要钱 然后我就说 就那个 对 所以 所以 但是我觉得 我老婆是因为她大概知道 创作是怎么样回事 然后她也很support说 老公就是这种创作的人 所以你以后就是 什么事情就要说 这是个创作 太太就要支持你了吗 也不是啦 还有另外一点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你就是虽然 她一定会担心 但是你就好好把 家用该缴的要缴嘛 对不对 然后要让她不担心 说我们现在有变好 我们现在你看 有实体校区的 也有些收入啊 对 就是 你要 就是话数很重要 我懂 不是话数 我很认真的 听了一阵子 就终于理解 中规就是话数 好啦 你说话数也好 可是本来 投资人跟 买你梦想的人 都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你要告诉她 而且你是真的很 很在里面嘛 就是我不是讲假的 这就是为什么 简报课的重要 对 没有嘛 我简报课没有教什么 对太太使用话数 我没有教自己的 所以可以有一个 对另一半的简报课 这个你是内行的 你可以 我可以开这样子 对 还有那个 就是每天出去 要拍美美的照片 老婆会很开心啊 对 然后老婆做什么 吃的就 好好吃喔 所以你是不是算 很会拍照片就对 我就 美术系的啊 对啊 摄影什么的 好啦 不要再讲 我们可以讲讲别的 有人问问题 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 虽然问题我觉得 坦白说我们看了 都有点 有点沉重 那问题我看一下 那个问题 对啊 你可以念一下 好 念一下一些问题 1000颗星星 好 我们回答一下 对 1000颗星星 不然就唱那个 你刚刚说那首 叫什么 不唱 成生的 那个 那个是地方妈妈 我们不回答 1000颗是300块 对啊 300块 要叫你唱歌 但是她没肚子 她只能问而已 好 我跟你讲 裕芬 李裕芬小姐 那个 裕芬 裕芬小姐 如果你抖那 1000颗 我就逼她唱 伴奏 伴奏 好 先问一下 其实 这一次有几个 朋友 写私讯 给那个 布朗大叔粉砖的问题 我觉得 第一个问题 你看看这个 布尔跟阿智 就是 怎么回答 就是这个是 好像是一个妈妈 她说 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 也没有成为 别人眼中的大人 然后年近半百 面对被职场 跟家庭的大环境 情绪勒索的现况 那如何 兼顾亲情跟自我 就礼拜一 晚上弄个Podcast 在那边聊 就可以先躲避 一个多小时 这样 然后我一下就说 没办法 就另外两个 不然你以为我们 不然你以为我们 礼拜一晚上为什么不回去 就说 没办法要另外两个 三百亿 他说他在哪里做街 我就没办法 我也不 我们至少就能躲避 这个问题几个钟头 这样会不会 我刚刚 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 我觉得还蛮沉重的 当然沉重啊 对不对 就像 我觉得Benson一开始 上集有讲嘛 就是为什么要这一集 其实有时候 作为 一个这样子年纪的人 其实很辛苦 我们有很多角色 对吧 我们有人家的爸爸 别人的老公 人家的孩子 人家的老板 为什么是别人的老公 他脱我语病 别人就是someone's husband 别人的老公 然后还有员工的老板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社会形象 就是说你是雜学校校长 你是怎样怎样 我觉得本来就很难面面俱到 然后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跟自己 除好跟自己的关系 这可能是第一步 我自己想的 然后我可能有一个 我觉得我有一个优点 就是 我很容易恢复 就是我 因为他们 你之前都问过我 就说你为什么 比如说欠债 然后又找不到什么 我都会 我都是那种睡一觉起来 我就会自动 就复原 那跟三道猴子一样 就是三道猴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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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吹一拳 我觉得今天 你上面要写说 三道老猴子 整个要问个标题 没有可是 我觉得这能力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你每天都有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情绪 而且你要接收 那你跟自己的情绪 因为我觉得 情绪这个事情 是一个最难的题目吧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其实 阿智讲的就是 其实也是我最近的 的 心境 就是说 其实跟这个问题跟我 因为我觉得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一直在别人设定 或是在生活 在别人的期望当中 包括像这个 问问题的朋友在谈到说 这个好像被 被 被这个情绪勒索 通常会情绪勒索 我们的 或是我们感觉到 情绪勒索就是 大概就是我们的亲人 比如说 你在乎的人 或者是你的 利益关系人 你不在乎的人 没办法勒索你 对啊 所以就是 那就是因为这些 在乎的人 他怎么勒索你的 就是因为 你没有满足他的期望 他期待你要做到什么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们年纪轻的时候 或是我们学生时代 小的时候 那我爸爸妈妈 老师期待 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 那我就是尽力去满足 他们的期待 我觉得一路上 包括像我们说 你做教授 那大家做教授 大家期待说 那个教授 助理教授副教授 一年要发多少篇论文 那也是别人的期待 对 你教课 你教课要教到多好 学生觉得你应该教到多少 那也是 你也是 就一路上都一直在满足 别人的期待 那我现在真的是 就像刚才这个朋友 他提到说 年近半百 我其实 这也是我最近 在思考的一件事 也就是说 那我已经快五十岁了 那我已经快五十了 我 我还是要一直 一直 在满足别人的期待 然后之前有一个朋友 也是当教授的 刚好最近这次也刚好 跟我讲到类似这个事情 他就觉得说 他觉得自己过得好累 就觉得说 好像自己一直都是 比如说大家就觉得 期待说教授 一定要怎么样 或是他觉得说 他一定要做到多好多好 然后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 那他自己跟自己的生活 他那个平衡 那个平衡他还抓不到 就觉得很累 那我自己是 最近越来越觉得说 我已经快五十了 可以做自己的吧 对不对 就是 如果你到五十岁 你都还不能做自己 那你要到几岁才能够做自己 你说到六十岁吗 等到六十岁 你要做自己的时候 还剩几年可以活 但现在大部分可能平均 你会活到八十岁 所以有时候运气不好 搞不好七十岁就走了 如果你到六十岁 六十五岁 才能够做自己的话 我们生命也剩下不到 六分之一了 也不到七分之一八分之一了 对不对 不是觉得悲哀吗 可是我一直觉得 所以我才觉得说 很难做自己吧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要慢慢 要自己能够放得开 对嘛 放比较重要 你让人家失望又怎么样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阿兹 你做自己 我对你都没有期待 为什么 他说 因为别人要期待你 那你就不能做自己 然后我就对你没有期待 所以我可以很做自己 对对对 没有 我觉得我们可以 也开始要学习说 有些时候那种期待 也不仅是别人对我们期待 搞不好是自己 搞不好是自己 三个猴子刚好讲啊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 像我妈妈 从小到大 他就觉得说 就是但他就很照顾我们 可是他就觉得说 好像是我们需要这个事情 我知道 可是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的 很多事情 我自己可以把自己 照顾得很好 我并不需要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 你觉得别人对你的期待 到底是你 是自己想的 是自己想的 觉得说好像人家会期待 我说好像我的小孩 需要我这样 好像我的爸妈需要我这样 还是说是 是 人家真的有这样想 而且就像 即便人家真的有这样 所以我第一个说 如果你发现说 这个是你自己的妄想 很多时候 其实并不是人家真的那么需要你 是你自己 甚至觉得你需要 自己要 自己的人生有所价值 克制一下 你就会想要说 觉得说 别人应该需要你 那这个 这个其实会把你自己搞得很累 这第一个 那再来说 如果真的人家需要你 人家期待 那有些时候 你也要去思考 说这种期待合不合理啊 比如说你的小孩 期待你说 你一定要帮他做到什么样程度 你的小孩期待你说 你一定要 房子给他提 去拍一个不知道 什么花糕的展 对不对 什么鬼 你其实要 结果 那问题也是我爸 对 所以你就想说 这不应该啊 对不对 你的母的有的没的 想说你白的 要拿出一条 对 到时候搞到自己爸爸没有房子住 对 那你这个时候 就觉得这个合不合理 虽然儿子对你有期待 但你不见得要 满足他的期待啊 你应该跟儿子 那是你家的事情 对吧 你自己要去想办法 你要做梦 你要做创作 你自己要去想办法找资源啊 不是靠爸爸嘛 对不对 我不懂 没有 如果有雷同 如果有雷同 纯属巧合 纯属巧合 所以 重点就是说 我觉得 当别人对 一个是区分 但是 你觉得别人对你有期待 是你自己的 是你自己想太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放下 那如果是 不是别人想太多 不是你想太多 是别人真的对你有期待 但你要去 评断这个期待的 合理性嘛 不合理的 那你就让他失望啊 让他失望 又有什么关系 他失望 他才会长大 你才不会被 孩子 不会被亲情 或是爸妈有时候也要长大 爸妈有时候年纪大 可能会希望你 要多帮他干嘛 对不对 但没有错 你在你的能力里面 可以做到 你要这样帮他做 但如果不行的话 你也没有必要 就是好像要 把自己的生活都陪进去 把自己的人生 或是自己家庭的人生都陪进去 只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年近半百 我觉得 如果我们年近半百 我们的小孩 可能年纪也 也够大了 我觉得有些时候 他们的期待 那我点进去还笑 谁叫你年轻是要爱玩 对不对 不小心又倒倒一枪 不小心又要勾什么东西出来了 所以总之我觉得 年近半百 五十应该已经是可以 开始做自己的时候 就是说 当然不是一刀切 说我这五十二 别人要叫我干嘛 我就都不鸟 他也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 总是那个 比重 可以开始慢慢的 放下 区分说 谁对你真的很重要 谁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就随便 让他失望就失望 对不对 我觉得还蛮切体的 你知道三大猴子第一 第一个 怎么又是三大猴子 第一个影片 他不是有讲 最后一个 我记得他讲什么 你 什么 你想象中的 比你现实的 其实你那么苦 是因为你想象出来 我不知道那句话怎么讲 但其实刚刚 Benson的意思就是 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 是我们自己 加上去 加上去 所以有时候要先放 我是很容易放过自己的人 看得出来 但是 每次我只要讲很 要讲很深情的时候 不如就会打断我 所以 我只是说看了 我是附和你 是附和你的时候打断 是 真的很难相处 没有就是 我觉得不可能每一件事情 都100分 那你会被勒索 就是你希望 达到你想要的 那一个人 就是说 孩子希望我这样 我就要做到那样 谁希望我怎样 就要做到怎样 我跟你讲 这样的人生真的很累 所以 我说我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会 反正没有就没有 我只要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不过这一题有没有什么补充 这一题 这题这么沉重 我怎么补充 我不属于沉重的问题 是喔 对 我对这种问题没有责 我只是觉得就是 我自己是属于比较那种 面对这种问题 欸欸欸欸欸欸 收入800歌 一分 潘迪老师很疯 你等下要唱歌 你等下要唱歌 我们在讲这种 这么深情的事情 没有没有 我们刚好就 因为他收入800歌 我们要欢乐一下 来来来来来 我们欢迎Bird 一分 谢谢一分 来来来来 秋街啊 秋街啊 刚刚那首歌叫什么 陈生的 陈生的什么 什么 飘洋过海来看 飘洋过海来看你 来来来来 欢迎Bird的 带来这首飘洋过海来看你 什么鬼啦 快点快点 他又有200了 1000 快点快点 他是1000歌送不出去 快点快点 他所以说先送800 还是送1000 对 飘洋过海来看你是不是 第一句怎么唱我都不知道 那个 我帮你查 还是我来伴奏一下 好 查一下 你伴奏到这个影片会 挑洋过海来看你 什么东西啦 怎么是娃娃 没有 怎么是梁静如 什么鬼东西啦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到底是陈生 还是李宗盛 还是娃娃 太久了 不是不是不是 关掉 应该是讲错手 应该是 没有 什么啦 周华健 我想一下是哪一首歌 快点你再拖时间 人家已经抖内了 你赶快先查一下 下一题 有另外一题是说 这看阿智有没有 你先查 你要唱啊 等一下配乐就直接这样子用就好了 把悲伤留给自己啦 查一下嘴 查一下嘴 他漂亮过来看 你好像也是陈生写的 好来 把悲伤留给自己 我来伴奏 伴奏真的 伴奏 为什么会变成我在唱歌 一片不行啊 你这样会有版权音乐的问题啊 对 对 对 啦啦啦 能不能让我 陪着你走 既然你说 留不住你 我跟你讲 这个可能直播 歪去的路 歪掉 有些黑暗 当心让你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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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这样就好了 不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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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啦 副歌副歌 副歌是什么 把我的悲伤 留给自己 你的魅力 让你带走 从此以后 还要的对 对 我再没有 快乐起来的理由 突然觉得好赞喔 我想我可以 忍住悲伤 假装生命 总没有你 然后呢 从此以后 我在这里 日夜等待 你看你看站一直在跑 你的鬼心 掌声 鼓励跑一下跑了 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玉芬 谢谢玉芬 我看明天只能请假 不能去上班 要让 玉芬是你的粉丝吗 要让同事的那个记忆 等一下 我们端音音就切这一段 然后就是突然变成演唱会 拿帮他配乐 这样 好 谢谢玉芬 有另外一个朋友要写的就是说 好长喔 他说好喜欢这个节目 然后这个当然很喜欢 好谢谢 然后想要请教三位大叔说 现在还是比较重视学业成绩的环境 然后报章媒体还 除了成绩之后还对高富帅有高度赞赏报导的情况之下 对于内向的小孩 那夸号各项主流社会指标都平平的小孩 要怎么去建立他的自信心 那说妈妈已经很尽力的去洗脑 跟孩子说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优点 不只是在老师 同学 主流社会上 所谓的优秀才是真优秀 妈妈已经尽力的去找到她的优点 全力去放大 那企图增加她的自信心 但是小孩子还是对自己不太有自信 那想要问看 大家说 怎么会让孩子有自信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答 我们唯一这个问题要回答 就是要问阿智他的父母 为什么 因为他说如何让这些什么内向平凡的小孩 有自信心有良 他不是内向的阿 你算内向的吗 除了内向以外 其实他都符合阿 没有人家是全国美展 也是都得名的阿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 很优秀阿 不是不是不是 他说他小时候很自闭啦 我在家里算自闭 他小时候很自闭 后来有一次打雷的时候 因为打到他 从此以后 然后头发也变卷了 对对头发又变卷了 然后整个人也活泼起来了 还有这个方向 他没有留完 没有啦 我可以echo一下 其实我儿子就是属于内向的 那你怎么让他有自信 我看你小孩 看那个小地瓜感觉 他蛮有想法 蛮有 不像是个没有自信的孩子 对但是他站出去 他就是属于那种内向者 然后他其实在学校 他也会觉得说 他不是那种 那种就是会跟大家这样子 哈拉的人 然后我自己啦 我觉得 一样就是 主流是主流 然后我也不认为 他这样子哪里不好 那 我小时候其实 我在家里扮演的就是那种 整个家族堂兄弟里面 我是比较安静的 你是堂兄弟里面比较安静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间走 然后 也不用担心了 对 我好像也是好像上大学 才慢慢的 稍微比较外向一点 我以前 去 你们第一次上台 我也超紧张的啊 就我不是那种天生就是可以这样的 我是 可能刻意练习 或者是刚好有那个环境 然后慢慢的就变这样 那我觉得 有时候是被逼的 对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家长会有点太 他会觉得说 会在担心 对担心说 我儿子很内向啊 或者怎么样 他没办法去跟什么什么的 可是 我一直觉得 那就表示你觉得那样是好的嘛 嗯 但其实这样没有不好 因为 我跟我儿子的个性就真的差很多 我自己发现 然后 没有 这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啦 对 就是说 虽然我每次讲大家都不相信 你也是内向 所以说我就是个内向的人啊 我不相信 你那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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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需要为了要回答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都变内向 我是真的内向 我做16型人格 我是INFJ OK INFJ是什么 就是 基本上16型人格 他会有16种人格 然后INFJ 是 所有的人格里面最少的 在人口上最少的那一型 那那是什么 就告INFJ 然后那个I 前面那个I 因为通常前面是I或E E 就代表就是你比较外向 I就是introvert 所以 那个是根据那个 性向测验 他要回答很多的问题 他就 他就真的抓到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应该这么讲 也就是说 我是个 你说我们在演讲 对不对 你这样笑真的很没有礼貌 你这样有礼貌吗 对不起 你这样有礼貌吗 你这什么态度 好 我应该是这样讲 我蛮好奇 一个内向人 怎么会走到要公众演讲 因为是说 我觉得 我在密西根大学那时候 有遇到一个教授 就我当他 我是他修他的课的学生 然后 我后来要当他 他连续当了他四年的助教 然后那个教授非常会教课 他在密西根大学 这个也是拿到那个 就杰出的教授的奖 很会教课 上课 真的是舞台上发光发热 但是我当他助教的时候 我就观察到一件事情 很有趣 他下课的时候 如果有学生去问他问题 他整个就很内向 他是 连眼睛都不敢看那个学生 他眼睛只敢看地板 然后回答问题 学生长得很正是不是 没有 所有的学生都这样 任何学生去问他问题 他都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我才发现说 就是有的人 就是 其实他 我就跟他很像 他在台上可以发光发热 但他在台下 他其实是 很不愿意 而且在内在里面 他其实是觉得压力很大 我要跟你一对一谈话 所以像对我来讲 就是说 我是 高功能型的内向的人 也就是说 你今天要我去上台演讲 甚至你要我去跟人家谈生意 要去募资 你要我跟人家 跟人家社交 让人家觉得 我这个很有意思 让我觉得 这个人很有趣 这事情我可以做得到 我是高功能型的 我可以做得到 但是 你如果私底下 让我把我 把我跟一个陌生人 放在 一个地方 或是放在电梯里面 你是会很尴尬的 或是我坐在计程车里面 我是 有人在计程车里面 就跟司机一直聊 一直聊 我就没办法 对我来讲 就是说 我要跟陌生人 开启对话 那是要消耗能量的 OK 而且是消耗很大的能量 但是如果 我的工作 比如说我今天 要养活我们公司的员工 我要去做这个生意 我要把这个生意谈成 不然公司 大家的薪水怎么来 那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得做这个事情 我 会把它做得很好 对 但是我私底下 我其实是很不喜欢 特别 我觉得朋友 就要跟我熟到 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就会话很多 但是像我那时候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印象的时候 就是我一个学长 叫田维成 他刚去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年 他很照顾我们这些学弟 而且我跟他过了超过半年 一年才比较熟 然后半年一年之后 他才跟我说 Benson 我告诉你 我是这一年跟你熟了 才发现说 你跟我当初想像不一样 他就觉得说 当初最一开始的一年 他就觉得 我是一个很冷屁 很孤僻的家伙 就每次 大家一起吃饭 他都不讲 都没什么话题 都不讲话 你知道 直到一年后 真的跟他们熟 跟他熟了 我就很自在的 就会跟他讲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 就是你也可以看到 演讲结束的时候 问我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 在台下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 我心思会有点不自在的 所以我要讲说 我是真的 内向 只是我是高功能型的内向 我是 但是 团队或是说 我的工作 需要我 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 强迫自己 可以把自己做到 但是你今天要我 私底下 就有人是私底下 就是 你不是工作 你也是很乐于跟人家讲话 跟人家聊天 那真的是外向的人 我不是 但是这个时候 我也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 我私底下 我要做自己的时候 可能 他都会觉得 你是演讲的你 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耍大牌 你是不是耍大牌 为什么你 就是 在台照 对啊 为什么看到我就 看到他就不想讲话 没有 我就真的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这个 其实我觉得 你看 你刚才笑这个样子 实在是 太过分了 很不尊重人家 真的是太过分了 吓到那种 吓到那种 吓到整个人头 往上这样子 不是因为 就是头东西跟地板平行的 他的那种表情 就是压根说 我看你可以掰多久 没有 好 但是我记得了 因为有时候跟Benson 我会找他跟其他人吃饭 他真的是会自己躲到旁边去 你觉得你现在圆这个场 有用吗 一一吧 好 我们回到问题本身 但我回到一件事情 刚才提到 就是说 内向 因为我觉得确实 这个社会大家 包括像我在教简报课 因为教简报也是教 鼓励大家要多去 去跟大家讲你的想法 所以 好像他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 在这个社会就是外向 才是 才是好的 才是占便宜的 那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 就是像 其实这个我一个好朋友 叫张静仁 Jill 就是光常张 然后静就是安静的静 但是旁边加个三点水 然后人就是人爱的人 那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安静是种超能力 这本书就是在讲内向 因为他是个极端内向的人 非常非常内向 但是他做的事业很成功 那其实他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 说 内向没有什么不好 内向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特质 内向也有内向的好处跟优点 那他这本书我跟讲很厉害 那个静仁真的 Jill真的很厉害 他这本书 后来就是把他写英文版 写日文版 他英文版在美国的Amazon 在亚马逊的那个 唱销书排完榜榜首 很久 Amazon 不简单 他现在书进到Amazon的Japan 在Amazon的Japan 也是卖的超级好的 所以他的书 我就是少数台湾的作者 听到说 他出的书 不只在台湾 在美国 在日本 也都很畅销 那为什么他这个书 可以引起那么多的共鸣 他就在讲这件事情 就讲内向的人 你的优点 就是比方说 这个书可以卖得很好 就比方说全世界内向的很多 所以内向的人 才会从这个书得到共鸣 然后这里面得到 原来内向也没有不好 所以我觉得 或许妈妈可以考虑 可以去买一下Jill的这本书 你说那本叫 安静是这种超能力 我待会就去买 我就是缺少这个超能力 克制 克制 你不要再笑了 这个是看来 你真的很没有礼貌 但是 我觉得 就是 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走 然后当然外向的人 会比较容易被看到 但是其实 坦白说 因为我在定义上 是属于外向的 我有时候也满羡慕那种 可以安静下来 好好思考 像我们这种 有时候就是 你知道我们在面对安静的时候 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时候好羡慕的 没有啊 就 人家会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 不是吗 你在羡慕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他安静思考 你在羡慕他什么 没有啊 因为我有朋友就是那种 他可以很安静 他可以看清楚很多事 我就哇你好厉害 我为什么都看 那个脉络都抓出来 说因为你这边讲话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 这样子 有点像这样 那我觉得 对我来讲 就是每一个特质都有他 好的 好的一面 只是说 对主流没有错 就大家都觉得 哇我要上台 我要发表 要发挥影响力 可是影响力 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我这样觉得就是说 你看如果大家 每个人都想要张牙舞爪 那还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安静的 对啊 反而那个安静的是凸显出来的 对 所以你择偶的标准也是这样吗 嗯 没有 所以你没看到刚刚我都很安静吗 没有 因为今天 太沉重了 他都没有办法 他都没有办法吐槽 我不是吐槽啊 但是我觉得 Benson那个例子 我觉得 也让大家觉得 说 原来他一直这样子 演讲啊干嘛的 其实他是一个内向者 这我觉得我蛮同意的啦 那你怎么没有问我 你是个内向 我小时候也是个内向 没有 其实 没有 我觉得Ber 比较看得出来内向 没有 我小时候是真的很内向 就是 看起来就是很难相处 那种内向的人 没有 我是 因为我们 我们 我说我们家是 比较那种传统 传统的家 农家嘛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其实 没有再去跟 人家说 那种做生意的啦 或干嘛的 都会跟人计较 对 我虽然在菜市场 卖过菜 就是帮忙卖菜 就是卖菜 可是我连卖菜 我要跟人家 喊都不好意思 对 我喊不出来 我知道 然后我就是 对了 可是小孩子的生意是这样子 你就站在那里 他大概 这一堆小孩子 你买 然后大家就来来 自己教官 然后特别是 所以你不用刻意变成 你想要的那个 那你小时候长得够可爱啊 不用 你小时候 你只要是小孩子 个子小小的 然后再 长得够可恶 对 还好不是长得够可恶 够可恶 那个拿钱给你退回去 搞不好 那个声音更好 不是 长得够可恶的话 就是 人家客人说 你是要买的嗎 你是要买的嗎 要找钱嗎 不不不不 这是够可恶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没有跟人家这种接触什么的 所以你就会很安静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 我们要跟他聊天 不知道怎么开那个头 或者是要怎么聊内容 因为你知道的也很有限 你能聊的也很有限 所以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在职场上当主管当老板 你们觉得现在新的世代的年轻人 是内向的多还是外向的多 我觉得是外向的多 只是说他们没有办法 face to face这样跟我们聊天 他必须用line或者是什么 他们会 他们在数位的媒体上面 就是用那种工具跟你聊的是一个人 但是当你跟你面对面的时候 沟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可是就是看你的内向跟外向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你在数位上 你可以跟人家沟通 可是你见了面你没有办法 好好跟人家讲话 所以就是见面了以后 我们还是用line两个这样互传 这样应该还是算内向 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就是现在可能特别在职场上看到很多 有时候可能问到说 这个生意跟客户谈好了没 那可能同仁会跟你说 我有送信息给他 可是他没回 那你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问号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对 这很多事情 因为他们不敢打 对 所以没有那个经验 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就是 是一种内向 趋向内向的趋势 就是因为现在 因为之前我在看这个 美国也是这样 全世界都一样 Z世代他们花的时间 跟朋友出游的时间少很多 跟朋友去看电影出游 什么的少很多 那增加时间就是 都是在网路上 在手机上 所以变成说 大家已经不习惯 面对面直接沟通的方式 可是我觉得那跟内向外向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在沟通界面改变跟习惯 就是我上次听到一个笑话 就是说你没事干嘛要打电话 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事情就打 他就说你有事不能用传的吗 不能先LINE给我 对啊 就是 我也觉得 甚至连我们这个年纪 我也慢慢觉得 好像打电话就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 对吧 就当然跟我爸妈就打电话 我爸妈现在也是常常在传LINE 我觉得那是 不太一样 可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小时候有在乡下住一阵子 然后我觉得都市的孩子反而比较害羞 然后像我堂哥堂弟 他们就说 他们超外向 然后我第一次去想说 你们怎么那么有自信那么外向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水泥丛林里面 我们也没有 他们就是跟邻居就说 阿伯 你怎么吃饭 什么什么什么 类似这样 我就想说 他好自然喔 所以那是我是这辈子第一次觉得 我自己是内向 因为我就想说 我也不敢讲 我走过去 阿伯吃饭我讲不出来 所以你本来在都市算外向的 就去那边就被人打败了 我也不知道我算外向的内向 但是家里就是我弟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随着成长 然后你遇到不同环境 就像那时候我慢慢觉得我外向 是因为我当上学生会会长 然后发现自己还蛮爱表演的 那都是因为那个环境跟机运 让你觉得这样 我觉得是 对 就像你刚刚讲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些经验 我们就是被逼的 我就说常常是被逼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可能有机会 不小心遇到那个机会 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对 然后那个感觉很好 你就会想说 原来我可以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一直维持着那个 那频率久了就变成一种 你好像是比较外向 其实没有 没有啊 我小时候阿伯啊 阿伯真的说 那个 那台北的那样子都没讲话 他们的评价我小时候的童年 我妈不在想什么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我妈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沉默寡言 然后那个老师 真的真的 你自己不是笑的 老师来家庭访问 然后那个 她说你太狠了 我们那个联络簿 联络簿上面 就写活泼啊 什么什么大方啊 然后你妈就想说 然后我妈就说 你是不是笑不笑的 她说 我小时候不是都没讲话的 回来都不讲话 因为我回家不知道 要讲什么 要讲什么 然后眼泪 然后都不讲话 然后我妈就以为 我都是在学校都沉默寡言 然后那个 我的同学来 整天来我家玩 然后我妈还跟她说 我这个 比较不讲话 比较不讲话 整个小孩 你怎么搞的 我们每个同学都这样 睁大眼睛说 现在是怎样 你母亲说的是同一个小孩 落差太大了 不过我觉得刚才提到 就是说 怎么样增加孩子的自信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考虑的 也就是说 像 其实像 我妹妹也蛮辛苦的 也就是说 因为你很优秀 从小都念同一个学校 然后我们年纪又只差一岁 所以就是 刚好我在 这个学校的时候 比如我二年纪 我国二他去国一 那可能大家都会知道说 他是我妹妹 其实他压力也蛮大的 然后 你那时候就要懂事一点 不要让妹妹压力那么大 故意都考很烂这样 那很困难 很困难 他就随便考都 所以 但是我觉得 像我妹妹 我觉得她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她一开始就是 会在这种环境之下 从国小到国中 她就是比较没有 也会就是没有自信 但是 但是 我觉得她很棒 离开你的魔爪了以后 她去念魏理 然后魏理女中是住校 然后特别是她 我既然是 高二的时候 还是什么 他们就是开始会有 那个 因为住校 所以 他们在 高一的学妹 住的那个房间 会 征求一个高二的 去当他们的这个大姐姐 就住在同一间 那就等于是说 当 mentor 对 当 mentor 当个 coach这样子 然后 就是可以指导 这些高一的小妹妹 就对 然后 他就是那个学习之后 这个突然变了 整个就开窍了 整个就是发现说 其实自己蛮厉害的 就觉得说 其实他在指导学妹 学妹都不要带得很好 然后他才发现 自己其实是蛮厉害 所以 我觉得另外一个 养成自信的方式 就是让孩子 可以去照顾 其他的孩子 比如说 比如说弟弟妹妹 或是说其他 或是班上 有需要被帮助的同学 比如他数学比较好 另外同学数学没有那么好 他可以帮他 就是说 透过去利他 去帮助别人 其实也会建立 自己 觉得自己好像是 对别人是有价值的 然后会有自信 OK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 建立孩子自信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蛮同意的 然后我觉得 还有我觉得每个 我刚刚讲每个人时间走不太一样 就是开窍的时间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能挤 就是你不能 像我有在种植物 你怎么不能逼一个种子种下去 你三天给我开花 它有时候就是一个月都不开 它要开的时候就啪就开起来了 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时间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家长可以稍微放下一下 就是没有内向什么是不好的 我觉得他在 你看这三个 至少这两个都觉得自己以前是内向 我以前小时候在 你也要讲你是内向是不是 我 我听不下去 不是 应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 对吧 就像我儿子在学校有一个他 老师讲他跟在家里 我老婆也是说 在讲同一个人吗 对啊 就每一个人在面对不同情境 都有不同角色 对对对 所以你不用说 因为他对爸妈可能会是一种角色 可是你不是 只是这个角度在看他 他还有其他角度 你没看到 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同学说 你在家是一个什么 整个闭嘶的孩子 哪有可能 整个孩子闭嘶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急 但利他我觉得就是 你去找到他的价值 然后不要让他限到说 只有在同一 又回到三道了 就是不要在同一个领域里面 去看他这件事情 对啊 好 这个 这个礼拜还有 我们剩13分钟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老师 教音乐的老师 他问的问题 他说他现在 这个在教 他已经教20年了 那学生来来去去 他带了很多大学 国高中小学的社团 十几个学校的社团 那他现在看到 就是说每年的学生的程度 就是一届比一届的差 然后觉得学生的 学习的状况 跟努力的程度 跟10年前 或是20年前的 学生没办法比 那不只 他是教流行音乐的 那他说古典乐的状况 就更严重 然后他说 像他说 今年他教的学生 那个乐、礼、听、奏 考27分 居然可以考上一个 还蛮有名的音乐系 但是说实在 他觉得那个程度 是很差的 然后他就说 等这些学生 大学毕业又出来 当老师 可能 教出来的学生 可能就更差了 然后他说 这个可能是 他在音乐的领域 他自己教流行音乐领域 观察到的 然后他说 其他领域 可能也都有这种 程度落差很大的状况 这样子 那 好沉重 我觉得你怎么越讲越沉重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 开心的节目 所以他说 这个情况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比如说到 之后少子化 那少子化的话 就学生人数越越少 说 可能分数 不用到很高 就可以上 所谓的 好学校 然后他说 再过几年 大家都是 每个学生都是 国立大学起跳 那这样 到底有什么意义 然后他说 自律的学生 当然也是有 但是 他觉得 他自己观察 他觉得不知道 自己在干嘛的学生 是大多数 那请问 大叔们对于 这些普遍学生的看法 叮当 对啊 这个 我觉得 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个 我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老了 就是说 世代的差异 就是说 我们小时候啊 我记得不论从高中 大学研究所 然后我都常听到老师讲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没有啊 每一代都是这样的啊 对啊 然后他们都说 一代不如一代 可是你会知道 这跟人类进化 是相违背的 对啊 就是说 适者生存 或者是 优胜略败 但是 怎么可能 这个历史是往前的 但是是 然后一代不如一代 对 也许是 我们评判事情 或者是 竞争的这个面向 不太一样 对 没有 我还是要讲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我一直觉得 一个小baby生出来的时候 20年前的小baby 跟现在的小baby 生出来 我觉得他天性 不会差太多 不会 差不多 除非是爸爸妈妈 可能这个药物滥用 或干什么 这小孩子有被影响 不然的话 生出来小孩子的天性 应该就是 20年前的小孩子 小baby是多么 出来对这世界 多么好奇 20年后的小孩子 应该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 20年前 这样养出来的小孩 跟20年后 养出来的小孩 会差别很大 我自己认为 但一方面环境 是不一样的 那二方面是 我觉得 家庭也不一样 爸爸妈妈 对教育的观念 很不一样 像我之前印象深刻 就是我自己在大陆 我们自己公司 我们在大陆有分公司 那我们分公司有个主管 也是在跟他聊 他就有一次 就是那个几年前 我们有去大陆参展的时候 他就 刚好他就跟我聊到 他就说 他觉得现在的学生 这个物质生活也都 都满足了 环境比以前好很多 那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他就觉得说 现在的学生 对于未来的方向 或是什么 就觉得好像跟他自己比起来 更迷惘 差很多 他就觉得自己 这个 我这个主管是个妈妈 就是 也是 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就觉得好像 妈妈肯定是个女生 不一定 心别平全 OK 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聊 有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那请问一下 就是我这个主管 他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 跟他现在当人家妈妈 的差异在来 我就问他说 你小的时候 你要念什么方向 你要干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爸妈有跟你决定吗 下指导学 他说没有 他爸妈妈就没读多少书 而且忙工作 他爸妈没有读多少书 他爸妈的学历比他差很多 所以他爸妈根本不会对他的 下指导 下指导期 他爸妈不敢对他下指导期 那我说 那你现在你对你的小孩 他说 都是他妈妈 帮他安排 会帮他安排很多的事情 帮他做很多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 大环境上来看 当然你说 学校的教育有差别 对不对 你说以前的学校 教育打骂是可以接受 现在不能打骂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就是因为现在不能 打骂 所以现在学生很烂 但是我认为不是 这不是唯一的 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跟养成 除了学校以外 家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 爸爸妈妈不能说 觉得孩子 有状况有问题 都觉得说 就是现在的学校问题 就是教育的问题 就是教改的问题 No 一个孩子 特别如果 我们在谈这个孩子的个性 他的一些价值观 其实我觉得 行说一个孩子的个性跟价值观 这个影响最大的地方 还是在家里 家里 还是在家人 还是在亲这个爸爸妈妈 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 当好 就是 现在什么事情 觉得在社会出什么问题 就第一个就骂 就是教改 就是教改害的 就是教改害的 我觉得做教育最累的 就是什么东西 最后都是教育出问题 但我觉得教育 其实应该就是说 回过头还是 这其实上礼拜讲过了嘛 生命会找到出路啊 对 那你今天 如果什么指导期 都把他下了好好的 这个孩子就不会想要 自己找方向嘛 不会想要找方向 就从小被安排好了 长大以后 他也没有办法 去安排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 回过头 我觉得 与其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是每一代的家长 对孩子的 有没有给孩子 掌握他生命的主体性 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那个孩子 没有掌握自己生命主体性 都是任人摆布的 那就是 就像我以前 跟那种武侠小说 都有那种嘛 就是那种 那种说 就是被坏蛋 就是你得到我的人 但你得不到我的心 这种嘛 对 那是什么 等一下 那是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 你那是 那种就是 你那是严谨小说 没有就是那一丑就是 我觉得小孩子的东西也是这样啊 我的方向都被你决定 都你决定了啊 我就说你摆布 我说你摆布的时候 你说我会有多有动力 就是你叫我念音乐 也不是我自己爱念的啊 你叫我读音乐系 去考音乐系 也不见得是他自己爱考的啊 对 就是可能就爸妈说 你这已经音乐 音乐班读了那么久了 你不去考这个好可惜 对不对 那 就被半推半就 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周遭人都说 你这个不念很可惜 就这样被半推 半推半就就去了 半推半就去 半推半就怎么会有多大的热情呢 当然不会有热情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还在于说 我那爸妈怎么愿意让孩子 找回到生命的主体性 这很重要 不然这小孩长大也摆烂啊 他长大也就说 我的人生都是你们决定的啊 所以我人生过得不好 就是你们要负责啊 我一定要赖定你们 因为我的人生会走到这个 我为什么会念这个戏 都是你们决定的 那你们要负责啊 我觉得那才是更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小的时候给他 他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决定 他长大也才会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那你小时候都不让他做决定 他长大他就是继续 他就说那就是你要帮我负责啊 你要帮我找到我人生的下一段路啊 那就是很可怕 我觉得 我echo一下啦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 我觉得本来教育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 我跟利益关系人就是他没有说 我们都常常说怎么样就应该是怎么样 没有那么直接线性的关联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嘛 那我觉得我像我懂这个老师在问的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 他不会是只有某一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世代我觉得 刚刚Bird讲的就是 你知道每一代在演进的时候一定是 有点会跟你上一代的价值观会有点抵触 我觉得就是 你知道自己在干嘛 学生也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我们也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都在各自的那个觉得好的那个路上 那种努力 尽力就好了 就是说 不要把那种事情看得很严重 比如说我们常常就是觉得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说 这个 那个我们都会抱怨教育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找员工 找职员 或是在找手下都想说 学校教的跟我们学的都有落差 或者说跟我们想用的人才上都有落差 所以我们就觉得 教育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但我常常就会觉得说 反正这个社会就是 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有的嘛 那我常常觉得说 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人家的前辈也好 长官也好 或者是老板也好 我们就想说那怎么样让 这样子的人到公司里面 可以让他想办法让他walk 或者是融入里面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 你也会改变嘛 他们也会改变 我们用我们的改变去配合他们 我觉得Burn讲这件事情很重要 其实这个是很多我觉得在 我们这个社会 超过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心里面过不了的关 特别是现在当主管 当老师 当老板 就觉得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对 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多认识 老板讲什么我们都做什么 对 怎么 老板没有下班我们都不敢走 对 或者说为什么 以前人家也不用帮我什么建立什么营造动机 我当学生的时候 人家也不用什么 老师也不用什么帮我们建立什么 诱导我们的学习动机 我还不是很认真在学 为什么我现在当老师的时候 就灌老师 我得要去帮学生 迎合你们 要去诱导他学习动机 或是我当主管 当老板了 为什么我要去好好的接住这些员工 还要叫他们什么简报 你简报烂就是烂 重爆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这个时代 就像刚才Bird讲的 这个时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 你接下来遇到 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每一个时代它的特性特质不一样 没错 这个时代的特质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选择继续抱怨下去 就是说我以前就不用这样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用这样 我现在干嘛 要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继续学着继续抱怨 但是你接下来你的职业 如果你是做一个老师 你可能这辈子 接下来教的 到你退休之前 每天都教的很痛苦 或是你当老板的 你就每天一直在抱怨 甚至一直在把这些 你就觉得很废的年轻人 你觉得很废 你一直把他犯了掉 就到最后你是 还是没有员工 你自己做的累到要死吗 到时候累死的是你自己 没错 所以你到底是选择要自己累死 还是要让自己气死 还是你要选择去 因材施教 接受 对 因材施教 去接受 去了解这个时代的特质 然后就去发展出一套 能够接触他们的方法 对不对 就是这个时代是这样 那你去抱怨也没有用 你可以说 为什么以前我们的老师 就不要那么辛苦 以前老师骂一骂 学生乖的要 对 但是 时代变 时代变 不过还是会抱怨一下 没有 抱怨OK 抱怨没有用 但是有效 对啦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是要去拥抱这个改变 与其一直在抱怨 抱怨 那你这个事情都不会有进展 然后到你退休之前 每天都是充满了院队 每天都是心里面都充满了很多的负能量 那你不如就是接受说 现在的学生或是现在的学生 他的特质是怎么样 我要怎么去接触他 怎么样 把他的潜能可以激发出来 那也是很有成就感 那也是另外一种在打大魔王 就是游戏里面 就是碰到大魔王 想招式去搞定他 对 这才是他有趣的地方嘛 不然的话 都很好管骂一骂 我现在每次看韩剧就觉得说 我觉得特别是韩剧 韩剧在演那种企业公司里面 我觉得说 靠他们韩国老板真爽 就他们那个 你看他们几乎每个都是约聘 然后好像只要能够转正职 就好像什么 天 了不起的 都说了不起 光中药主 然后在公司里面 你看那个什么科长 股长 部长 就 小白 就不知道在嚣张个什么 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韩国的主管职场 可以这么嚣张 然后就会发现 那个韩国的那种 什么契约的 契约什么医生 还是契约什么 都很厉害 聘雇的 约聘的 约聘的都很厉害 我觉得台湾 但我觉得就是 台湾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抱怨说 为什么 你叫韩国的老板不要这样 那你去韩国 对 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这样 所以 我觉得 我们既然 生活在这个地方 而且重点是 我们未来要靠年轻人 对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世代的差异跟世代间的理解 这是我觉得一个蛮 重要 而且是跟国安议题有关 就是 如果我们世代间 如果不彼此理解 而且有资源的是在 甚至是我们上面的世代 那 像我觉得戏谷 很多地方能蓬勃 产业能蓬勃 觉得他们那个世代 是愿意给资源 给下一代的 而且 这个资源的解放 会 那个时间会 时间走会越拉越长 对 而且他 因为大家都活得 越来越久 对 那你握的那个人 他就会 而且时代现在越来越快了 对 现在可能五年一个世代 那 我觉得彼此理解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一直站在我们 觉得 应该要怎样 而且 别忘了 我们现在都50了 对吧 我们的下一代 30 20 10岁 这些 国家 接下来 整个社会 都是他们要做的 虽然 偶尔 虽然理解了 但是偶尔 还是要抱怨一下 但是我们要愿意理解 而且要让更多人的 来理解 这件事 甚至我们要做桥梁 抱怨没有用 对啊 抱怨没有用 基本上抱怨没有用 所以 台湾的未来是靠他们 年轻人在划 你 不去选择帮助他们 我们自己也会出 我们退休金 谁在帮我们 谁在赚的 谁在生产的 对 所以 我觉得抱怨没有用 我觉得就是 但理解需要时间 理解也需要方法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好严肃 今天真的蛮严肃的 超级不适合我的 现在只要讲这个 先跟我讲 我先在旁边喝饮料 是吗 对 所以 我觉得 我们来说一个稍微轻松的 刚刚唱歌 可能是我们现在 观看人数最多的 不要乱讲 好啦 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我们想一想下 我今天就是收个尾 因为我前几天不是在写一篇文章 要讲三只小猪吗 就讲说这个三只小猪的故事 就是大家现在新闻在讲说 有人就用三只小猪叫大家团结 对不对 那我就在我的脸书前两天写一篇 其实我的印象三只小猪 不是在讲团结的故事吗 那我后来最后 文章最后结尾就是说 其实要讲三只小猪 要不如去讲三只乌龟的故事 有三只乌龟的故事吗 因为三只小猪夹在一起 你们没有听过三只乌龟的故事 我只听过龟兔赛跑而已 三只小猪夹在一起也打不赢大爷 你没有听过三只乌龟的故事 没有啊 我今天就要来讲三只乌龟的故事 我们ending就在三只乌龟的故事 没有 真的有三只乌龟的故事 就是从前从前有三只乌龟 龟爸爸 龟妈妈跟龟儿子 龟儿子 好衰 一家人 好衰 一家人 然后这一家人有一天龟爸爸就说 这个天气不错 我们去 不要打断我 龟爸爸的爸爸是什么 今天就只有龟爸爸 龟爸爸跟儿子 不要打断我 然后有一天龟爸爸就说 今天天气蛮不错的 我们出去野餐好不好 然后龟妈妈说 好好好 龟儿子就不是很想出去 他就是比较龟毛一点 但是他还魄于无奈 就投票三票里面有两票 所以他也知道 所以龟妈妈就准备那个 要去野餐的食物 准备很多三明治啊什么 罐头啊什么 准备好以后他们就出发了 出发就是要去目的地 因为乌龟就很慢 很慢 他们走了一年 走了一年 才到了那个 才到了要去野餐的地方 ok 然后龟爸 那三个就龟爸 龟爸 龟爸 龟儿子很累啊 对啊 那肚子好饿 一年都没有吃 所以终于说 好 终于开始要来吃了 龟妈妈就开始 把那个野餐店都铺好 然后这个三明治啊什么啊 罐头 都拿出来 正准备要吃的时候 龟爸爸说 哎 忘了带 开灌器 忘了带开灌器 然后 然后 怎么办呢 然后龟爸爸跟龟妈妈就对龟儿子说 儿子啊 你比较年轻啊 你比较年轻 回去一年 回来又一年 就两年了 他说 等我回来 你们已经都把三明治偷吃掉了 啊 龟爸跟龟妈妈说 不会 龟儿子 我们绝对会等你回来 我们三明治绝对不会吃 然后 在龟爸爸 龟妈妈再三的保证之下 龟儿子才勉强同意 踏上了 踏上了回家的 然后开怪气的路 然后 时间就过了一年 过了两年 过了两年 龟儿子还没回来 过了三年 也还没来 然后过了到第四年 然后龟爸爸跟龟妈妈 龟爸爸跟妈妈说 我真的肚子很饿了 四年都没吃 我说四年都没回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个三明治拿来吃 然后龟妈妈就说 啊 这样子 好啦 已经四年了 真的很饿了 好啦 不然就开始 我们就来把这个三明治吃吧 真的他们准备要吃三明治的时候 那个后面的灌木头突然 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就突然就是 龟儿子跳出来 噢 没有抓到了 好噶 我没有回家 终于抓到你们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奇怪的故事 所以 这故事 这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说 连爸妈都不能信 亲子之间的性戀的关系 其实很重要的 但亲子之间没有信任的关系的时候 就出现这种龟儿子 就说 噢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偷吃我的三明治 好噶 你白不去 所以 白白的浪费 这个就是三知乌龟的故事 有听过吗 我没听过 但是我觉得这又跟 有点悲伤的那种 算是 算是那个 我觉得另外一种三道 天呐 每次讲这嚇唬 我自己都会笑到眼泪流出来 等一下 可是这跟三知小猪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没有就是三知 所有三知一样的遗忘 我没有一个部分 听得出来是有什么关系的 你看所有的通话 都嘛是三知小猪啊 三知熊啊 不是吗 那个什么吃稀饭的 什么大宗小 三知乌龟啊 对 三知乌龟故事都没听过 就是 今天分享给大家 作为假的节目主持人 我觉得三知乌龟 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亲子关系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 变成那一只龟儿子 就是为了整你 为了赌你 亲子关系 可不可以找一个故事 比较短一点 对 你说亲子关系 而且有点 没有 我要扑梗 而且有点sad 我觉得有点sad 对 就是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 下周一 同一时间9点半 然后 我觉得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我觉得我们今天 不要再讲那么严肃的 太严肃 太严肃了 好 一样就是如果赏星星的 我们就来想说 有什么样的娱乐的方式 不要再唱什么歌了 好 然后 还有就是我觉得要讲一些 快乐一点 快乐一点的 有趣一点的 可能上次讲感情 什么第一 你下次贡献你觉得最好笑的笑话 我已经贡献三知乌龟了 他不好笑 你那不是笑话 很好笑 你看等下说结尾太好笑 有不看到 你讲的粉丝 不是 你讲一个有启发性的东西 结果他们在那边哈哈 是什么态度 没有 我就是要他们哈哈 我就在讲笑话 我就在讲笑话 那他们get到什么 他们就讲到 就讲到亲子约有信任啊 对啦 你有信任的话 你就会 很重要很重要 浪费很多年的时间 但是一事无成 对 我刚刚一直冒出我儿子跳出来 我没有回去 我觉得我会很难过 没有 我都一直看到那个 三道的什么 三道什么 三道的猴子 三道猴子 对 三道猴子那个 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今天 好啦 下周一我觉得 不良大叔 下周一九点半 一样同个时间 然后我们聊开心一点事情 我觉得娱乐性多一点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 想要问的建议 然后尽量 没有 我觉得深层的问题还可以问 但我们不一定要回答 对对对 对吧 可以这样吧 然后 增加节目的可开心 然后我们也聊得开心一点 这样好不好 对啊 不要那么严肃 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